四台怪獸不停的挖 一刻都不敢鬆懈 但不管怎麼樣清理 海沙又伴隨著海浪 被衝進大五漁港 每年十月到隔年三月 大五漁港總是被海沙堵住港嘴 由於無法出海作業 當地漁民只好就近打零工 維持家庭生計 原本熱鬧忙碌的港口 現在只剩孤零零的船隻停泊 大五漁港從十月堵住至今 已滿三個月 在地居民認為 把港嘴堤防向外延伸加長 是解決淤沙問題最迫切的辦法 希望說政府能夠把我們這個漁港 北極往漁場一點 看那個激沙會不會一直進來 有幫我們做的話 那個沙子就不會那麼嚴重 最迫切的方式就是一定要延伸這個港口了 裡面延伸你說要那個真的很難 我們其實從十二月二十號左右 其實已經準備了一百 就是準備了大概兩百萬左右的預算 準備要去挖通 那目前預計可以施工到一月十一號 但是能挖的成效有多少 還要看我們的天后的氣象 事實上不只大五漁港 長濺漁港也面臨同樣的漁沙窘境 台東縣政府表示道漁港漁沙問題屬自然環境影響 很難用工程辦法根治 目前只能盡快開出一個航道 讓小型漁閥能夠進出 預計下個月就可以完工 原始新聞直播 台東大五採訪報導 沒有人ıl在辦公室 我記得要這個暗在一起 我記得要不要再說